你知道日本没文化的单身老男人 为了买房居老婆只能当苦力拉车 一天有多赚钱吗 早上七点 这位叫做日川钢板的男人 就会准时起床 他今年31岁 目前是东京的一名人力车夫 醒来后 钢板把明洗干净放进电饭锅 就会趁着煮饭这点时间 去附近的浅草寺散步 由于他平时都是在周边工作 为此每天早上无论刮风下雨 都会坚持来别点香火钱参拜一下 希望保佑自己今天客人源源不断 接着钢板还会拍短视频 发到社交媒体进行宣传 等把两件事情全部做完 他就可以回家弄早餐了 当然 作为一个单身31年的孤寡老男人 钢板在饮食方面不用做太过复杂 只需米饭喂葱汤和两个煎蛋 外加一份黏糊糊的那豆即可 解决完早餐 钢板去换上工作服 就该出门拉车赚钱 不过在正式上班前 还得先吹个亮发型 毕竟干着好 生意的好坏全看拉克能力到不到位 因此钢板必须把掌的帅这个优点 发挥彻底 不得不说经过一番精心的打扮 钢板整体形象还是相当帅气的 不知道大家觉得能打几分吗 早上8点30分 钢板和同事就会前往站点 因为租住的地方不算太远 钢板的通勤方式都是跑不过去 到站点钢板还要开个例行早会 至于内容 就是每个人讲讲今天的目标任务 跟那些干销售的人打鸡血差不多 完事一行人就能去开工了 值得一提的是 像这种人力车夫的工作 基本都是几个人一个团队 轮流负责拉克拉车等岗位 例如钢板今天就是负责拉克 至于赚到的钱 则会进行平均分配 钢板如今每月靠这份工作 收入最少都能在60万人员以上 尽管距离买房去老婆还有点远 然而不影响钢板继续努力 钢板来到这第一件要做的事 会先打扫售票站点周围区域 这虽然不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可在日本人眼里 是能表达对当地社区感谢的做法 一般的行业的人员都会这样去做 时间来到上午10点 钢板就会正式投入到工作中 他只要是负责拉克这个环节 都会尽可能选择女性客人 毕竟对女生钢板还是有一手的 在东京浅草 每年有超3000万人前来观光旅游 所以哪怕人力车收费很高 一趟30分钟就要7000日元 坐的人还是络绎不绝 主要是服务十分到位 在拉车的过程中 钢板会根据客人的要求 适当调整速度和倾斜方向 让他们坐得更舒服 每当到了一个景点 他还要帮忙拍出好看的照片 跟充当导游进行介绍和讲解 一直忙到晚上的6点 钢板才结束一天工作 拉着车回到站点 出于为了促进团队成员间的关系 他们下班后经常会一起吃饭喝酒 或者去泡温泉按摩 不过今晚有成员生日 站点的人都会在这吃饭庆祝 这就是日本人力车夫的一天 那么看完本期视频 你对这种生活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观看完这种看法